很高興地和大家進入下午的訊息 講到復興家庭實踐大使命 就是家庭復興時能夠進入大使命 首先我們需要復興家庭 首先我們的家庭需要更新復興 才能夠實踐大使命 這個訊息就是實踐復興家庭實踐大使命 阿勞多耶 其實家庭一定是能夠進入好才能夠進入大使命 如果家庭經常復興炒炒 甚至有些全老人都是 我試過去宣教 或者有時在香港也有 有些人說很不開心 因為家庭有很多問題 他們結果侍奉的仇都很忽略 何況是一個信復 如果家庭不好的仇 更加會受影響 所以我希望大家會看到 如果我想走神的路 神是最好的 他的路是最好的 你走在神的路一定是無福的 因為聖經說 我先求神的國和女意 一切加給我們 所以我們首先就是 我們醫好我們的家庭 我們才能夠發揮 婚姻好自然 你的生命可以發揮 如果婚姻不好的時候 你是很難 你會真的 四面受敵 隨時可能很不開心的感覺 而聖經吩咐我們愛妻子 嬌夫愛妻子 在二佛所說 演唱淫字一起讀 好 你原作嬌婚姻 要愛你的妻子 正義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審的入八節 嬌夫也仓 照顧愛妻子 愛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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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愛教會 基督愛教會 寫記 有多少個丈夫愛 太太 愛到有需要的仇 會不會為太太寫記 甚至放下手機 放下遊戲 放下足球節目 可能會很難 如果我們上家庭堡 即是甘聖經的吩咐 愛妻子 好像基督愛教會一樣 還有愛妻子 愛妻子 就好像愛自己身體一樣 我們每人都會擠下身體 傷害的身體 同樣 我們的妻子 都是我們應該給錢相愛的 我看這條台前座 我們是極度的保持 和神的好關係 和互相的好關係 因為如果 我很想 因為我四人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復興人的靈命 和訓練人士夢 我很快便會去肯亞 然後我又會去唐蘭 我又去不同的國家 非洲不同的國家 和不同的國家 都去以色列 神能使我 如果我心裡有學校 我不難做到這麼多 神真的是很想使我們 而聖經說到另一點 就是祝福你的帶來 令到他開心 有時大家相處的時候 有飯吃就可以了 那怎樣說開心呢 但其實當我們開心的時候 大家都享受的 即是開心的時候 做人都開心一點 是吧 輕鬆一點 那我和太太都是常常 即是會很輕鬆的 有時甚至這樣 可能你會很奇怪 我小孩做這些事情 我們會有時 牽著手在那裡跳 跳彈 搞錯了 我們會這樣跳彈也有的 為何不可以呢 為何 聖經沒有說到 彈人不可以跳 小孩子才可以跳呢 好 針贏五十八一正 要使你的全員往復 要起源你幼兒所取的妻 就是要叫他往復 以及要他起源你幼兒所取的妻 叫他能夠往復 以及喜歡他 歡喜他 欣賞他 有些人說 結婚才發現他那麼淪酒 那麼長期 有原因的 當我們不聽 他就會往復 如果再不聽 他就重複五至十次了 如果能夠回應他 他會好很多 當然今天我們的主題 不是說到 家庭或是小部分 但是輕輕地說我 這詩有句很厲害 就是太太 丈夫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在地上 地上是最重要的人 當我們善待他 一生都會亡福 而妻子 聖經又說到如何 為什麼呢 以不所詮演講二字 又當全境為基督之心 彼此順服 是有原因的 因為丈夫 通常男性 是比較難去關心和愛的 譬如家裡沒有買過菜 丈夫可能不知道 兒子沒有飯吃 即沒有菜吃 可能不知道 出家吃 通常媽媽會記得 家裡有什麼未有 還沒買 她會很掛心 這個就是太太 譬如丈夫有病 太太經常記住 你怎麼樣 我太太很特別 我平時被蚊咬了 有什麼懶 有時候去宣教 有時候在香港也咬了 下一次她會檢查 看看今天有沒有痊癒 還要查什麼 她很記得我 有什麼發生 有什麼不舒服 這就是她的關心 我也學習她關心 但是我覺得她的關心 是真的細微很多的 女性 神比女性這種心 所以男性要學愛 而女性就要學什麼 因為女性有一個責任感很強的 即是覺得 全家裡的人怎麼樣 太太就會很緊張 很緊張的時候 緊張過頭就會控制性 就把丈夫看為大兒子 你要聽話 你要做什麼 你要不要做什麼 於是丈夫就覺得很淋沉 那我太太有一個很好 當我說我聽到了 那她就不說了 有時候有些事情 要跟我提到的事情 我說我聽到了 謝謝你提到的 那她就不說了 那這個呢 是我們之間的一個好的默契 還有有時候她的情緒 我會說你現在有些情緒 那她就立刻平靜下來 就是我們用一個很平和的方法 令對方舒服的方法 能夠 就是我又關心她 愛她 而她也都是 很多地方我都會 信服她的意思 但是呢 有很多地方我會跟她說 我想做什麼 她說我給你另一個提議 但是她說完 她會這樣說 我給你提議 你知道 你自己考慮了 那你自己決定怎麼練 你就怎麼做 那我很欣賞她的事情 她會信服我的決定 那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不會獨立地走 而有很多丈夫 亂用這個禮物 就說 我要你做什麼 你坐 你走 你站 你做什麼 你煮飯 這不是聖經所說的順悟 因為首先 就是丈夫 都會先愛妻子 然後呢 妻子就容易順悟了 還有呢 就勁造 即是說 有時候太太在一起 就 哎呀我這樣真的 很不敏尋 通常又不理我 又不理我 又什麼 就是經常都會說話批評她 我們要學習 即是聖經裡面講到 分一有三方面的問題 我講到主要的三方面問題 第一就是 缺乏愛 就是 很多時候 其實很多人結婚就是這樣的 未結婚就是 哇我這個女孩子 這個男孩子挺好挺好 其實說她挺好 但是很少人說 我結婚了 我會怎麼對她好 就是我期望 我希望她怎麼對我好 但是呢 我還沒跟她結婚之前 我跟她說 我跟她結婚 我會每天對你笑 我會擁抱你 我會對你說好的話 我會令你開心 我是 即是一個commitment 一個委身 這個就是 很多分一 就是 你又沒有洗衣 你又沒有做什麼 你又沒有做什麼 只是要求 很少說我給 當你給的時候 分一才能有更多的愛 第二呢 就是不明白男女的分別 因為男女是很不同的 第三呢就是 經常掛著累積的恩怨 很多恩怨 經常都掛著 我在這裡很簡略地說 男女的分別 我們一起說 我男的那方面 看重下方 難回應感覺 我難關愛 不想多表達 內心和感覺 有煩惱事想逃離 這是男性的特色 女性的特色是什麼呢 看重關係 溝通的感覺 情緒不處理 你像不像 壓力波 渴望 溝通 被關愛 和康無 有煩惱事 想拚掃 這就是 男女 女人很想關懷 但是男人很想做事 看電視 打球 就是這些行動 好了 男女分別 這個圖 比較特別一些 大家可以讀一讀一下 由左到右上 由我讀下來 讀一下 女的 看重什麼 Babies Punk Respect Love Security Shoes 男的看重什麼 Sex Food TV Beer Sex Football Sex 大家發覺 女的看重什麼 BB 聊天 尊重 愛 安全感 鞋子 很多鞋子 男性看見 性關係 食物 電視 啤酒 又是性關係 又是足球 然後又是性關係 男女很不同 其實男方面知道 女性喜歡關懷 她多些關懷 自然關係不好 而女性知道男性 喜歡被尊重 和她需要一些空間 和她對於性的關係 體重 女性不會用性關係來扣留 即是說 你不做什麼 我就不做什麼 這個其實 保鑼都說 我們的身體屬於對方 而我們很重要的是 對方是最重要的人民 我們下半身就可以更加好 男和女可以怎樣做呢 一齊 男可以怎樣做 學習愛她 吸她時間 關懷她 每一方面 我回應她 看重她 珍惜她 讓她知道 她的需要 這裏 對不起 這裏是女性的 讓她知道 她的需要 這裏我寫錯了 擴重她 珍惜她 讓她知道 你的需要 你自己的需要 女性的程度 知道她需要空間 不吹擊她 回應或改變 不囉嗦 還有小孩 鼻息 引導她 如何回應自己 好了 這裏所說 最重要的是 男性會給她時間太太 放下手機 不要做其他事情 專心關心她 她會很歡喜 當你太太歡喜 你會少很多囉嗦 你會開心一點 你做人開心很多 你不想她這麼不開心 你對她多一點時間 她真的會開心很多 我們都能夠發揮生命的 關於她的每一方面 回應她 她說些甚麼說話 不要說 哎呀這些事情不要緊的 哎呀沒事的 不要想太多了 而是說 我聽你講 感受她的感受 你告訴我 因為男性來說 覺得沒事的 那些不緊要的 你問那些男性 分一言說多好 每天在家裡吃飯 我家裡睡覺 沒事的 我沒事的 我沒有分懷情 但女性問她 很多事情 她又不聽我說話 又關心我 我說話她就聽不到 她對我沒有興趣 因為她不知道 她沒有留意到 所以需要太太的感受她 即是說 丈夫又關心 看錯她的珍惜她 又知道 讓太太知道 我知道她的需要 這裡是寫索的 讓太太知道 我知道她的需要 還有女性 就給她多些空間 知道男性 你叫魔獸 她是會很煩的 她就越過越走 還有沒有吹逼她的回應 然後她說 她又不愛煮 她又看清楚 她又不用 她 這樣的時候 是需要一步步 我現在的朋友 用長時間去講 我也有做婚姻輔導 這個需要慢慢引導 她沒有做 你不要期望她明天做 是一步那步 她慢慢引導 她一做 立刻跟上去 又不要囉嗦 儘量小害皮 還有引導她怎樣回應 就是告訴長官聽 你這樣回應 我會歡喜的 好了 這樣五個愛的語言 我這裡也不會詳細解釋 這個愛知見大家 在網上幫我讀 好 專注的時刻 專注的回復 愛的延遲 欣賞 關心的愛 愛的禮物 服務性行動 身體接觸 按照對方想達到的愛的語言 來表達對方的愛 這個五個愛的語言 就是多數人 她認為愛是甚麼呢 就是專注的時刻 專注的陪伴 這個女性來說 特別是體重的 第二就是愛的延遲 欣賞她 喜歡她 歡喜她 這些我和太太經常都說到的 就是經常都會說很多 是不緊要的 你不要說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不緊要的 當然要說多些 是好的 令到她覺得被體重 愛的禮物 是她需要的那一天 你不要買一個運動的東西給你太太 因為她不想運動 你買一些東西給她 就是吹給她運動 是買了她喜歡的禮物 福保性行動 是她想要的那些 有很多人以為 我整理了床 就是我對丈夫這樣說 不過有些丈夫是不知道的 你整理床 沒有整理床 她也知道的 但你要做其他事情 她知道的 她有甚麼父母 她愛摩她就知道 根據她的需要 以及身體接觸 這個男性來說 他們覺得這是愛的表達 比較強一點 好了 在這個時候 我就會跟我太太 因為我跟我太太 時事都有溝通 我現在就有少少的示範 但這就是我們很真實的 有些人說這些 怎麼可以拿出來的說話 那些我不用的 或者用普通 我們會有的一些說話 我跟太太 她在台下會先說 我現在快回家了 我上車就會打電話給你 哇 很開心等著你回來 你今晚有空嗎 如果是你約我 我就一定有空 我們今晚去拍拖好嗎 當然好 她說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你今晚可以和她拍拖 我等著你回來的 其中一些的句話 然後有時候 我看會被人提議的 我也會這樣回應她 我很多謝你昨天給我一些好的提議 我都很欣賞你很謙虛地去接受我的意見 我接受你的意見 又對我心裡一種是益處來的 叫我更上一層樓 更加進入神奇的計劃 你真是我的幸福來的 有你 都是我超級的幸福 我也希望大家 你會和你的太太丈夫 過了之後 就是現在 傳一些愛的信息 她真的會改變 有些人說不會的 我試過 去宣教時 有個傳導人 女傳導她跟我說 她說 她最好經常要生孩子 她是生女 她生幾乎生孩子 她生幾乎生孩子 那個丈夫催逼她 她很不開心 我再了解的時候 發覺原來她生了女兒之後 她是和女兒睡覺 她不再和丈夫睡覺 我說 你很快要失去你的丈夫 你的丈夫 好像生了女兒之後 她沒有了太太 我說你試試回去和你丈夫睡覺 你是屬於你丈夫 不是屬於你的女兒 她真的聽話 她真的對她的丈夫 表達過 然後她 太太跟我說 她說 現在我和丈夫 好像情人一樣 原來 真是可以改善的 其實我們肯走一步 是可以改善的 當你改善的時候 你的心靈可以提升 我們先講 這個就是整解 快點訊息 我們先講 很多關於夫妻 是 小孩子 我簡單地講 就是尊重和珍惜 你不要當她是蠢的 沒有用的 在你之下 其實她一樣是令一個人很寶貴 看重她的心靈很寶貴 還有她有她的智慧 雖然她有時候很做蠢 但她有她的智慧 她有她的重要性 還有幫助她結合 和神的關係 這些就是提升小孩子的方法 我們先講 無條件 我愛若珍惜他們 尊重孩子 信他們有前則 讓他們知 我愛若在他們生命 都有計劃 引導他們珍惜自己的生命 引導他們發揮生命 欣賞他們的努力 接受他們回恕他們 就是對小孩子 無條件的愛 就算她不聽話 也要愛她 珍惜他們 是很寶貴 告訴他們 你很寶貴 是真的很重要的 是我心肝的命令 我也會對我太太說這句 你是我心肝的命令 還有專用孩子 信他們有潛質 你生了孩子 小孩子不是很笨 他們有他的潛質 因為他們知道神的愛 神的心靈有奇緣 他的心靈很寶貴 引導他們珍惜他的心靈 你覺得你的心靈做不重要 你看看給他多看一些偉大的 由基督圖的心靈 你看看他的心靈有什麼提升 你都可以 神提升 你想想 讓他們知道他的心靈很寶貴 引導他們發揮心靈 你想成為偉大的 你想成為偉大的 可以做些什麼 他引導他如何做 當你做的時候 要欣賞和接臨和言順 這就是幫助大家 建立和子女的關係 下一步就是建立和神的關係 這個部分是我很喜歡的 因為我很喜歡神 我很喜歡大家 不過我喜歡神這麼多 我從人來說 我最喜歡他 但是神真的很好 大家有沒有覺得神很好 神真的很好 他每一件事都來充滿愛 譬如聖靈經常提醒我 你覺得 聖靈不提醒我就好 那我犯罪也沒有感覺 但聖靈提醒是很好的 我想問大家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拒絕 譬如你約別人去接觸 我又去接觸我 我說不去 我不想去 我不想見到你 如果他講了幾次 你總會約他 我相信大家都不想 被人拒絕幾次 我想問大家 我們拒絕聖靈 你猜一生人幾次 真的不知道多少 千萬次 我們不聽聖靈的話 聖靈提醒我 聖靈的 聖靈都聽到 你犯罪 聖靈會提醒你的 我們犯了罪 當他提醒的時候 很多人就覺得他好像媽媽 浪浪浪浪浪浪浪 但我們知道神是最好 他是把一切給我們 都是最好的 所以每次神禮 我們都要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聖靈 多謝聖靈 這麼愛心 一路憑狗忍耐 雖然我們不聽話 他依然是感動我們的 另外通常會把八節一隻畫 拋記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 為受福自己 這是神很大的禮物 他經常提醒我們 他一路感動我們 其實我有很多次 那些很微小的聲音 很微小的意念 稍為輕微 有時看少一個人 聖靈提醒我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神一提你 你不要罵你的丈夫 你不要和太太不理她 聖靈提醒的時候 你會馬上聽她 當我們聽她的時候 神就很歡喜 其實這是神的愛的表達 其實神的愛的表達 有很多方面 很容易 大家嘗試放鬆 心呼吸 有沒有覺得舒服 舒服 舒服 喝水喜歡不舒服 喝水很舒服 吃東西很舒服 喜歡不喜歡 喜歡吃芒果 那些韌味 有些香味 或者是荔枝 或者是蝦 或者是蝦 魚 很多種好吃的東西 大家能聞到 心裡能聞到這些香味 真的很多好吃的東西 是神特別做給我們享受的 睡覺舒服嗎 舒服 舒服 都是神做給我們享受 其實神有很多東西給我們享受 讓我們眼睛看到這麼漂亮的東西 周圍都是很漂亮的藍色 耳朵都這麼美麗的聲音 都是神做的 都是很特別很特別的 神會時時服侍我們 在詩篇139經第5節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 按手撞在身上 有些人說神何時有服侍我 何時在我前後環繞我 你想想 我們不聽話的時候 神都會提我 聽話的時候 你敬拜贊 你會覺得平安 已經散了 這就是神跟你在一起 你有沒有試過祈禱 你贊給神 是你不會有平安的 如果你的心亡亂 你沒有平安 但如果你正常敬拜神 一定有平安 即是神是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如果你留意到聖靈的臨在 大家嘗試這一陣子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你靠愛我們 多謝天父你陪伴我們 多謝你經常提送我們 我歡迎耶穌 我感謝耶穌 我多謝我愛你 感謝天父 大家留意一下這一陣子 有否有平安輕盛來到你身上 有的請你舉手 感謝主 有很多個 即是發覺 原來神是真的經常在這裏 神經常在這裏 如果你學習敏感性 平安、喜樂、愛、感動 你是會視自得力的 這是神的祝福 我想問大家這個圖 即是在非洲很多黑人 有很多殘忍的使用黑奴的方法 我想問大家 神是否我們的奴隸 不是 但祂的服侍給奴隸更加貼切 更加體貼 所以我們想到神經常在服侍我們 多謝耶穌 多少次我們差不多有另外的祈禱 或者你沒有祈禱 神沒有會來這裏試過 這裏有幾個人試過的事 差不多有另外 神沒有受力 我幾次差不多沒命 我只有一次去佛神 是否這麼快 我要上天堂呢 正經有一次是這樣的情況 但神能夠救我 就是經常想想神如何服侍我 真是很好 而且神是充滿感情的 西方日書3章17節的下半部 祂在你中間之間 因你歡欣喜樂 麥而愛你之間 因你喜樂而歡呼 神是有感情的 大家有沒有發覺人有感情的 貓狗有沒有感情的 貓狗都有感情的 貓狗都有感情的 動物都有感情的 神有感情 所以祂做人 做動物都有感情的 神有感情 神的感情會來到你身上的 因為耶穌而感動 當你愛耶穌的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 耶穌你真是好 你會感動 這個是神給我們一個禮物 而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你多親近的 你就會經常開心 如果有些人中間是煩惱的 你親近神 你是會得意志 你會有喜樂的平安 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上天堂 再有沒有煩惱 沒有 是開心的 是愛的 地上也可以這樣的 就是我們的神真是好 我希望大家喜歡神 欣賞神 所有神做的 我們都欣賞 而且神也想我們早早 飽得祂的慈 好想我們一生一世 歡呼喜樂 是我們每個都可以 開心快樂 這樣做人的 神不是想我們憂愁痛苦 是想我們弱的 享受祂的 其實神給我們一切是最好的 還有呢 狼外書八章三十八至三十九節 我們正是讀黃色的文明 都不能叫我們 神在愛隔著 即是說 沒有東西能夠叫我們 跟神在愛隔著 這叫加盟 即是代表跟神隔開 但是不會的 神在貼著你的 會有什麼比例假 誰是你 神在貼著你的 好神 神在時時跟我們一切 沒有東西能夠減開祂的愛 但是很多人沒有明白神的愛 所以活在痛苦裡面 很多人沒有想神的愛 所以覺得自己活得很孤單 其實當你享受神 感激神 詐欺神 你會和神的關係更加好 一會兒我們聚會 完結後 五點半我們會 五點八 五點八就交給老師 然後那三個節 之後我們就入房 誰願意這麼多經歷神 我們會為大家祷告 由你經歷到神的平安 你的心就是 耶穌你真是好 你會感受到神的平安 當你留意到這個時候 你和神的關係就會進步 很多人不知道神是這麼近 所以你和神很遠 神你都不知道在哪裡 我都不知道怎樣去抓我們 但是其實神是很近的 你發覺當你有罪 幫我們有罪 神會提醒你 這是神的近 當你看聖經聽到 會不會神會提醒你 譬如我剛才說 那個丈夫太太會不會提醒你 回去的丈夫太太好一點 神會提醒我們 神會提醒我們 跟這個傳呼 神會提醒我們 神會給我們 有幾落平安 是神會祝福我們 我們經常這樣 聽到裡面的歌聲 你對面有一些 我們叫做蟲長 我走上來 因為我和太太喜歡拍照 我走上來的時候 我就聽到那些蟲長在叫 叫什麼 蟲長叫什麼 我現在不記得 我現在不記得 有些記得 有些不記得 我給他翻名的蟲長 還有一隻蟲長 我們經常給他 就是蟲長 就是蟲耳筆 他是那個尖頭 我們看到這些 還有那些蟲長叫 真的很舒服 很開心 這些都是神給我們一切 我希望大家欣賞神 喜歡神 世上沒有人像神那樣好的 有沒有 沒有人像神那樣好的 神不斷服侍我們 因為耶穌說 讀黃色就沒有 我若不洗 人家就沒有我沒有睡 其實我們每一個都被耶穌服侍過 如果沒有被耶穌服侍 我們就和耶穌沒有睡 凡是和耶穌有睡 都一定被他服侍過 我們就感謝耶穌 如果有人救你的命 你會不會很感激他 你會很感激他 耶穌救我們的命 你會不會很感激耶穌 我們一起開聲大聲 告訴耶穌 主耶穌我感激你 一起大聲說 有感情地說 主耶穌我感激你 我很感謝你 你救了我的生命 我不用你避用 有你的傷口 大家可不可以嘗試 跟耶穌多說話 直不切 你不要想到耶穌有些人提到我這樣 有空氣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有空氣 你以為耶穌在你前 主耶穌多謝你 你很真實 很過人性 很多人跟耶穌聊天 真的好像向摩基祈 你嘗試向耶穌向天父 爸爸我喜歡你 我歡喜你 我感激你 這樣的時候 你跟神的關係就會好 你會真的感激神 如果你有一個很好的男女朋友 像我這樣有一個很好的太太 你會有些興奮嗎 沒有人 哈哈哈哈 其實你慢慢會改變你的 丈夫和太太 慢慢呢 他沒有那麼醜 慢慢呢 他會更加欣賞你 大家互相 有一個父母也好 就幫助大家都填教 大家都知道怎麼可以進步 當你見到 哇 你喜歡的人 你會不會開心 每次見到這個 哇 很開心 同樣的耶穌其實是開心 其實我鼓勵人奇多我怎麼說 耶穌真的很好 他有很多禮物給你 他很疼你 他很疼你 他經常掛念你 當你一親的耶穌 你說耶穌我愛你 耶穌歡喜到笑笑到見難不見難 很開心 耶穌真的很開心 當我們親的人 他真的很歡喜 他一定回應你 一定祝福你 其實我整個生命都是祝福 真的 其實我已經66歲了 我還可以四個人去看 他很大隻客 打網球 很夠力 我可以跑 跑得很厲害 神給我66歲 但我有健康 我不用戴眼鏡 我看世子 不需要老花眼鏡 那些人看了我 四十多歲 就說我看了 我要戴老花 你不用戴老花 不用戴老花 那就是耶穌 哈利路耶 又不用戴眼線 又不用戴眼鏡 神真是善待愛祂的人 你愛神 神將很多好的禮物給你 我希望大家數一下神給你 神給你禮物 神給你禮物多不多 多 那你就經常感謝神 你跟神說一定是好的 還有神是一定喜歡的 你愛祂的人 你專心愛圖黃色的部分 因為他專心愛 要把他安靜在高處 是他專心愛 神會叫你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神會叫你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你會大大祝福很多人 你都自己得福的 哈利路耶 如何看得到神的愛呢 找到黃色的部分 慢慢 聖經 耶穌的救助 親日神 生活的方法 就是由眼默看到神的愛 由聖經看到神的愛 耶穌的救助 看到神的愛 親日神的時候 可以經歷神的愛 在生活的幫助 可以經歷神的愛 在這五方面 希望大家都可以記得 其實這些powerpoint 我現在已經上了Facebook Facebook 你會找葉木 牧師的目 YouTube 找葉木師 你會看到很多影片 待會你就可以看了 即是你上Facebook 你就可以看到 看回今次的 你記得這幾點 就是由各樣東西 我們看到神的愛 和不同程度 進入神的愛 是怎樣呢 一起讀黃色的部分 知道 相信 堅信 經歷 享受 我知道神的愛 很多人都知道 但相信 真的相信神的愛 和在困難的環境中堅信 和親近神的愛 生活要經歷他的愛 很多人都知道神的愛 不過從來都不知道他的經歷 其實他這個經歷 不過他不知道 他沒有數說 數說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經歷神的愛 你越懂得數說 你就越多神的愛 而且會享受 享受親近神 和給神的愛 心靈改變 這就是不同的層次 我們可以經常相信和宣告 一起讀 神在看著我 背著我 神在愛著我 看著我 我每天親近神 卡牌地起 我親近尊重神 神必提醒我 就是說 神在看著我 背著我 神在疼我 愛著我 體重我 我每天親近 祂一定很歡喜 我親近尊重神 神一面提醒 我經常都說 每一次為親近神 其實我告訴別人 討神給你很容易 有些人說 很難很難 我做不到那麼完美 其實是做不到那麼完美 你知道嗎 你悔過耶穌 我犯罪了 你誓言我 又是當你嘗試 神是幫助祂愛你 幫祂體重你 幫祂聽你說話 耶穌說得很簡單 祂說你把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一個渴 只要有巴能夠的賞賜 很特別 耶穌說 你打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你給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一個渴 巴能夠的涼水 巴能夠的賞賜 就是神又說 你一杯涼水 這麼簡單 神又歡喜 當你每天跟耶穌說 我愛你 我多謝你 我歡喜你 我跟從你 我願意走你的路 神就歡喜了 是很簡單 你誓望神 神啊我願意去做 我沒做到你教 你做得好 神就歡喜了 其實是不難的 你就悔悔 有些人說 悔悔很難 你離開就很難 我們想到罪是破壞的 拆你為生命 那你就處理生命 神啊我不要生氣人 我不要看小丈夫太太 我不要看小其他人 我去關心他們 神就歡喜 總之你向著神去走 神就一定歡喜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神有歡喜 用心靈誠實 敬拜 這是個鑰匙 耶穌說的心靈誠實 我將它拆開做靈和魂 魂包括三樣一起讀紅色的部分 思想 意志 感情 魂都包括你的思想 整個思想 認同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好的 整個思想 神是最好的 意志 我決意跟從神 我六十六歲 很多人已經退休了 如果叫我七十歲 我太早了 神給我很多好的教導 我會繼續 八十歲都不行 我都說太短了 真的不行 九十歲都不行 我願意一路慎好神 我不能動 就算我躺在床上 有人來探望我 我都會關心他 也為他祈禱 因為我覺得 神給我很多 我很想 決意走神的路 你們中間很多年輕 你會否決意呢 你決意 神就歡喜了 你又說做得不夠好 不要緊 你求錢一整年 然後你問 神我做了什麼 你告訴我 聖經都說了 怎麼做 好了 感情 很多人會想到 跟神有感情 聖經講到 好像六切無溪上 那樣切無距 去喜悅神 去愛慕神 去歡喜神 這個就是喜歡 你家裏有狗 你喜歡這隻狗 你家裏有小朋友 你喜歡這隻小朋友 如果小朋友和狗 你喜歡這間屋 都會有感情 但是跟神 那些人沒有感情 那些神很遠 很抽象 但是其實神 是很近 希望大家都會 喜歡神 還有那個靈是怎樣 凡在我裏面 也要清重 聖經詩的 一百零三篇第一節 凡在我裏面 都感激他 那麼大家去學習 多謝耶穌 讚你天父 主啊 我感謝你 你從整個心靈 你愛慕神 你越來越平安 興散 你都會容易有喜樂 啊 祈禱 祈禱 從心裡接近的神 有一天 你可以擁有喜樂 你上的時候 一會兒 我們聚會之後 你去這間房間 我們有幾個祈禱 第一種是享受 神恩典的祈禱 神恩典是神愛的我 為什麼宣告呢 神愛的我 神陪著我的 神關心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恩典的祈禱 神在我身上有奇妙的 多種宣告 一起床就說 一起床 耶穌為了我 多謝耶穌 耶穌關心我的 神體從來的 神今天要大家祝福 這是恩典的祈禱 從上而下 很多人不知道這種祈禱 其實詩篇有很多 宣告神的恩典 這個會幫助我們 心會平安起來 知道自己的祈禱 然後第二種敬拜贊 就是 多謝天穆 讚你天穆 我用一些說話 有些人很少用 所以我喜歡黏著你 我抱著你 我需要你 我很喜歡進來 我會用這些說話 大家會 你拍拖的時候 不會用這些說話 會不會有些人說 我喜歡你 我很喜歡見到你 很開心 但仲神也不捨不得用這些說話 其實我們試一下 首先可以和丈夫太太 但仲神也不捨不得用這些說話 這樣想 如果你的丈夫太太 今天忽然間沒有了 沒有了 你會不會很 真的會不開心 但有時候 又不會很開心 我們試一下有時候 就很開心 不要等到他沒有錯的時候 才會不開心 還有自己得意志 其中那時候 你的煩惱 會帶給耶穌 耶穌說煩惱 會擔中教 主要安慰我心 還有你可以回到那個情景 會被人傷害 其實耶穌 我們在武復 神已經認識過 詩篇139篇那裡講到 我未成年 你眼睛已經看見 你所定的指 我上面那天 你已經死去 神已經認識到我們 所以你被人傷害 神已經陪著你 所以你可以說 主耶穌 在我受傷的時候 你是否在 你就問耶穌 你有什麼說話 跟我說 神會感動你的 神可能跟你說 一定有什麼說話 如果你收不到信息 你就可以跟自己說 對方自己 世上時受傷的時候說 神我愛你的 耶穌一定要祝福你 有天你會被醫治 你會去祝福很多人 你去安慰自己 當你洗本下路 乘車有時 你忽然想起某個人 他怎麼傷害你 你想起那個人 然後你說 耶穌你安慰我 醫治我 你都看出這個人 其實傷害人的人 那些喜歡罵人的人 被人罵很多 他是很慘的 那你想起他被人罵 神我都可憐他 憐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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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時候 你的心就可以鬆 你憐恃人的時候 你看出他 你的心就可以鬆 我現在 我就少少敬拜的時間 拜給大家 去愛神 喜歡神的短短時間 希望在這一陣子 大家投入 不要不停耳 所以我特意不打歌詞 我是特意把歌詞 我講給你 和有個弟兄會講給你 很簡單 很簡單 大家黑問一下 黑問一下 因為想著耶穌的愛 大家現在可以開始 黑問一下 站起來好不好 默默默奸 默奸 文章 三十一 耶穌爱抬头 用使的一回送仕 与撞上 我当着耶稣在你祠头发电了 主耶稣爱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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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谢谢你 主耶稣 爱我死 主耶稣 爱我死 爱我死 主耶稣有你 我们有你 真的好过一切 我们有你 我们有你好过一切 耶稣在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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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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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在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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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 耶和神 耶和神 耶稣在我山上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山上 我都要求耶稣用保護你 耶稣你會走你 你就呼你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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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天父,天父,天父在我身上 天父,天父,天父,天父在我身上 天父,天父,天父在我身上 天父,天父,天父在我身上 生命,生命,生命 生命雖然我将 生命,生命雖望 生命,生命 神經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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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k i am our Nhung 神經世界 大家放鬆 可能一陣주�hist creator 那我就用平安息就算了 你就说 原来亲密神告诉我 我就每天都要抽时间 去亲密我们的神 我们的心灵就会说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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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鬼话 我们来的认真静 我们来的认真静 在家里獄 或者我们来的认真静 大人的罪人 大人的罪人 祝福ergati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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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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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cómo 我感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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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感谢你和我一生 在这种默默的时间 我们就去看看 如果你觉得有平安、慶省、感动 请你举手 多谢耶稣 耶稣感争 一样分享 多谢耶稣 耶稣你感争你到我身上 耶稣在我持头还我 我走到我身上出复 耶稣你感争我会认你 我能够回应耶稣 耶稣他帮我选择做你喜欢的东西 其实小爱的语言 都是可以对耶稣说的 都可以对耶稣做的 专注的事情 我们跟耶稣有专注的时候 是很喜欢的 我们对耶稣说一些爱的说话 耶稣很欢迎的 我们对耶稣欠了一些礼物 是很欢迎的 我们服侍耶稣 是很欢迎的 我们服侍耶稣 我们服侍耶稣 就是我们服侍耶稣 祝福人 全人奉拥 神奉拥 我们服侍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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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戈一次 谁觉得平安倾 tested 这过程 웠 misetylos American 信仰耶稣 чес 有点 就是我们呼吸 父侍耶稣 所以天赵 神这犯 我經歷 大家請坐 我們繼續講完這個訊息 第三部分就是講到 如何可以遵從大使命 現在神給我這個感動 去不同的國家去復興今生 提升人的生命 因為神是很想的 家庭作為單位是更加容易傳呼音 例如女性和其他人 即是陌生人是更容易過 所以丈夫和他在一起 只是丈夫去做 那些人看到男人不知道他做甚麼 會害怕他 而且小孩在一起當然不容易 小孩在一起 有些人會留在小孩聊天 小孩有些人留在小孩聊天 也可以傳呼呼音 所以家庭作為單位傳呼 是非常好的 首先神給我一個圖 我想大家一起拿一圖 上邊 神掌門一起共人行逃脫 然後右手邊 親戒遵從神必報告 是奉神必得上知 左手邊 不親戒不遵從神必有破壞性 不是奉神必有破壞性 這個聖經講的真理 就是為甚麼 神是掌門一切 賣物都是在神的手中 神是他拆盼全地 我們每一個人的思想 仍然要行為神都看到了 我們可否守得了神的眼目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但很多人以為他可以 很多人以為 我沒有侍奉神也不要緊 我沒有侵奉神也不要緊 我祈禱也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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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神是知道的 如果我們平日沒有做 在小事上沒有中心 大事也沒有中心 小事上中心 大事也沒有中心 你在平日開始日常生活做 這就是愛神 當我們從普通的日常開始做 神是非常之歡喜的 這裏我們看到的 古人扭走雞 當我們親近神 尚在祢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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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多別我一致 尚在祢禱神的 尚在智慕殺種 必從靜慕 修敗壞 這個左手邊 尚在聖靈殺種 必從聖靈修永生 一定得到祝福 而且是侍奉神 必得上智 一杯涼水 難不難啊 都必得上智 耶穌祢是我們最簡單的鼓勵 最簡單你做得到 你試試做多些 其實難不難呢 你回來教會 你會有那些教友 是比較軟弱的 會不會啊 你不是關心祂 和祢聊天 其實那些已經送上門了 那些人出去傳承 不如你先做一下教堂裡面 那些送上門那些 那些送上門那些 和祢關心祢 問候他 為他討告 探訪他 你不一定要探訪隊才做的 作為家庭單 你可以請他來吃飯 你看到有些比較孤單的人 你每次看到他都一個人來的 你可以和他熟悉 關心他 幫助他 那些時候神是歡喜 非常的興奮 其實呢 侍奉神可以由最簡單的 一個微笑開始 一個微笑 一個問候 和我們聊天 那你可以參與教會 歡迎的小組 歡迎那些人 你就熟悉更多人 熟悉一下 然後跟你聊天 那就有機會 你可以更多的祝福 我每一個神都喜歡的 你關心每一個神都喜歡的 你和教練都說 你關心每一個神都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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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簡單 由這個做起 由這個關心做起 你也可以跟他聊天 跟他聊天的時候 你也可以找些單張 或者自己設計些單張 我自己的單張 就是很多幫助人的需要 煩惱得到安慰 寵癌得到釋放 疾病的神可以醫治 失疑的神可以叫他睡得好 我有張這樣的單張 我可以和盧老師分享 他喜歡就把那些資料 變成你的教會資料 上面的部分就可以一樣的 那就可以以需要維管的補道方式 好了 不遵忍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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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枝子雕像露面 枯乾人 十一來 振著火裡燒尿 是很恐怖的 其實先講到 七仁神是必定的 如果沒有七仁神的神 可以雕像露面 在火裡 一定不遵忍神的 遵忍情慾 殺種必從情慾 收快來 有一個三十八年病患的人 耶穌耶穌祝對他說什麼 在耶穌耶穌祝十四節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厲害 就是你的犯罪更加厲害 所以我們知道 不聽神的話 是很大的破壞性 但可能你就覺得 他真是非常可惜 一個這麼愛神的 但他依然是神所愛的人 他依然是很體重神 他有很多東西顯出 他愛神 但他在這件事上 反罪 他自己受到很大的苦 當他不能夠起這個聖念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很特別 他就是為這個聖念 很艱難 付出很多的代價 是因為他很愛神 所以他會付出這個代價 還有吾示夢神 哪有破壞性 《晚太》二十五章 講到三個比喻 這三個比喻 第一個就是十紅女 沒有預備好 然後跟著就是 五千、二千、一千 一千兩人 一千兩人 埋藏在地面的後果 他就要進入黑暗裡面 這個是不是天堂來的 不是 是的 我們不是靠神去得救 我們是信靠耶穌得救 不過如果一旦 信耶穌而沒有生命改變 就是信心是死的 你的信心是否沒的 是不是沒的 我希望大家 你真信耶穌 真心會改跟耶穌 那你的信心就是沒的 那你就會去忠人 你的恩賜就會埋藏在你 而且沒有做到一個小子身上 就沒有做到耶穌身上 這些人要進入永營 所以聖念是有警告的 事奉不是一個選擇 有些人說 我做的那些禁忍得救的 那些禁忍 你做的那些禁忍神 那些 其實聖念是沒有這種基督徒 如果你真的一生 都完全沒有事奉神 你是可以失去救恩 不過你不是靠神的得救 是信靠耶穌得救 但你真信靠耶穌 你會有改變的 好了 這裏經文我們不讀 因為時間關係 這個就是無用的僕人 就是他埋藏在地面 是趕在黑暗裡面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但他沒有行為的時候 他的信心是死的 還有沒有做在主的身上 就沒有做在主的身上 他就進入這裏 永營 是很恐怖的 有些在教堂的人都進入永營 不知道呼求主 但是和耶穌無關係 求叫我幫我們 活出神 生命是最好 祝福人 家庭友好見證 關心人 za катего 是最好的 家庭很多時候節日可以邀請朋友來 可以給一些豐欣影片的看 現在有很多種的 中文有英文 網上YouTube 如果可以做一個中文字幕 可以給朋友看很多很好的面積 有一個節目叫It's Supernatural 即It is Supernatural 超自然 你可以在YouTube做一個英文字幕 它有很多神跡性的醫治 人們上天堂 很多這些證 在網上是很多 還有另一個就是 以前的名字叫Spirit Lessons Spirit就是零 它裏面有很多上天堂的地上 還有很多中文英文的見證 還有很多人有特別的經歷 這些或者有其他中文的 都可以用到全高音 還有教會的人 教會裡面有很多人 我們可以關心 這些人 神都是非常喜悅的 我們可以關心 還有家庭可以有查經 你和你家庭人查經 然後你請朋友來一起查經 都是一個外節的方法 請朋友來過節的時候吃飯 有些什麼節日 請他們來吃點心 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不是損失的 你所有用的錢為時間 真的寄存在天上 其實所有我們服侍主的 全部寄存在天上 你問神 當你多聽神的說話 你多祈禱 神會跟你說話的 真的 我祈禱經常收到神的訊息 我很多教導都是神給我的 你祈禱時神會提醒你 你現在看誰人 你和誰聊天 你關心他 你不要聽到就是當回事 我自己想 其實聖經說的 在《弗律比書》2章13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我要成就他的敵意 我們會立心做神的事 當你有這個心意 我要祝福某人 要幫某人 是神在你心裡動工 運行 感動你的 你留意這些意料 你會發覺你有很多意料 神叫你 你教不多人 你來到教堂 你關心一下他 神會提醒你 你開始回應 神就提醒你更多更多 你越走到這條路上 會有些抗拒 死了 我不好意思過 我有時都會這樣過 但我會衝破 我選擇述路 為甚麼呢 我這樣做的時候 神就起越來 其實我在很多很多宣教 大家如果有興趣 你問了你牧師OK 你可以找我的網上 有我的電話 你可以跟我宣教一下 你問我可以這麼博人 我可以這麼更新人的命 你會發覺你的生命 會有很大的提升 你會自己很享受 我做這些全部都是義務的 我的事工實 我需要我是義務 我出去也是義務的 神祝福我們 在這時候 我們有個家庭的分享 也很特別的 神的一面 神的一面很特別 就是神可以改變人 一次的機會可以改變人 我希望大家聽到這件證 都會說 神啊你都可以改變我的 可以使用我們 他的家庭很特別 其實他其中的大女很大改變 不過他今天來不到 他會用錄音播放出來 不過他們兩個都可以先分享 我會用錄音樂的 工作的真實 是跟我們這麼近 和我們這樣使用 其實我們去到不同的國家 教導 講到神的愛 講到神怎樣可以經歷 可以更新人的生命 有很多人心很渴望 在祈祷的時候 他就經歷到神的愛 神的平安、轻煞 他的生命就改变 他就被神使用 我希望大家当我们知道 神是这么好、这么恨的时候 心里就是说神我要走你的路 我要成为你的使者 你不一定做传统人物 这不是每一个都是做传统人物 但我们每一个都是见证人 我们是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其实很大影响了 其中一个人就是阿元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阿元 他去到我的聚会 去到聚会的更新 并且他又时时去宣教 他时时去宣教 他也时时为人祷告 是带来很多的祝福 我希望大家看到 原来神是给我们有恩典和能力、智慧 其中一个方法 我先给大家一次 一个方法是个人可以用的 为什么传统人物呢 有些人说很难 聆听和回应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其实不难过 甚至家人有时说些说话 他说我不开心 其实他就是把他的内心说出来 我有点烦恼 我有点激气 很辛苦 当他说这些困难的时候 他将他的生命打开 这个就是一个入手点 我现在简单说这个 全方法 当人一说他的困难 这个入手点 就是我们是他 我们都可以说感受到你的不开心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更多 你告诉我 你发生什么事 有什么不开心 他说的时候 我们就留心去听 不要介意他说得很久 留心听的时候 他就找到一些地方可以进入 比如说他说到 和家人相处很难 这个是一个进入点 我们就问他 如何困难 发生了什么事 你和家人偷偷是怎么样 他说出困难的时候 这个就是引导 在网上 你找辅导 然后业牧师 我就会有不同的教导 关于辅导 就是如何回应人 一个就是接立 用他感受接立 用他知道我们的感受 然后我们就去了解更多 就是说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想不想处理 你想不想解决的方法 你有没有试过 什么方法 你想不想有其他方法可以改善 然后呢 当他愿意的时候 我们可以引导他如何处理 亦可以说 我知道你很辛苦 不开心 耶稣在这一刻 可以祝福你 或者分享我们的经历 分享我们曾经被伤寒 以后呢 你相信我们的祈祷 祈祷的时候 他是可以经历到神的安慰和平安的 待会在这个房子里 我都会为一些愿意的人 祷告 我知道你时间很吹逼人 我们非常短短的祷告 但都让你知道神是很真实 当我们这样回应人的时候 第一件事是得到什么呢 是有言 当我们留心听人说话 无论你的家人 不一定会出会议的 就算我们家人的教友 当他说出他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留心听回应 这是需要学习的 更多人喜欢将他的话说给你听 那你说 那不就很烦 哎呀他说很多话 但其实这个就是他进入点了 如果有些人 你都是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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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这样和他说的 我都听到你的情况 我想你都 你都 讲得很清楚了 不如我们现在试试转去想一下 如何可以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你想他继续都是这样的 你觉得有没有处理的方法 那我们这样的神就可以进入 即是如何进入去 帮到他去处理的 亦都可以给耶稣去帮助 在这一刻 我想请大家一起起床 一起来到十年前 好够 求神要灵感动我们 求主要灵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去到十年前 我还有小时间了 我们一起来到十年前 求主要灵感动我们的心 指给我们火热的力 求主持星灵火热 求主持我灵感动我们的心 只會能夠保護力量 像一隻黑暗世代 像你荒廢 容皆等我 從天為你生 盼主致下 奉興之復 主一求你的靈言超過你的心 求你感動 我們每一個人 神都有個天的計劃 神可以使用我們 主要你可以大介紹我們 只要我們當親人主 我們就有利用生命 我們的生命可以被燃燒 我們就可以將神的外帶給人 向著幫助我們放下我們的不願意 我們心中的難度 我們心中的抗拒 其實我們開始就是靈聽 靈聽是不難的 不過也可以很難 我們沒有心靈聽就很難 我們有心靈聽就不難 當我們願意回應人的時候 我們就有更多的朋友 就像你的鄰居 你家裡附近一些 行人的人 有些是好像沒什麼做的人 或者在教堂裡見到一些孤單的人 支援尋笑 Experiment 靈地靈靈人 靈體靈靈 mujeres 靈靈靈 jij 你教我,你训练我,你耐敌我 神可以使用你 当我们联合的时候一个家庭 或者是很多教会里面过敌的人 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联合 有些人说,我已经回教堂了 我每天都回了 有一天,耶稣问你,你问我做什么 我回了教堂很多年 但耶稣说,我不是问你,你回了教堂多少年 耶稣问我们,你有什么欠备我 有些人说,我有两双椒 我有两双椒给你 我控手见你 祂主帮助我们 我们就算做了一个小子身上,神欢喜 在这一刻,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人物 你想到的时候,你想到一个人物 你举一只手指 你想到两个人物,我可以全部一只 你举两只手指 你想到五个,你举五只手指 你想到十个,你举十只手指 然后你开心为我,主耶稣靠你移民 靠你拯救他们,使用我有这个胆量 或者教堂里面的人 你想到有哪个,神啊我愿意去祝福他们 神啊我愿意去祝福他们 有些可能你说,神啊我真的不太厉害 你可以帮助其他人 其实在家里开放的时候 你可以祝福好 我一起开心,我祝耶稣靠你 祝你祝福,你提名的 神啊我提名这个人的名 靠你拯救他们,靠你念他们 靠你使用他们 我需要你,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加给我的力量 求主你感动我的心 感动我的心,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感谢天父 我愿意大大给神使用 我愿意大大给神使用 愿意真的你会有幸福的 有没有举高的手 神啊我愿意真的有幸福的 我愿意有幸福的 我希望大家联合起来 我希望大家联合起来 多谢天父,感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